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 猪仔 今天猪仔是7点凌8点钟 很多标迷可能已经准备吃饭或者吃晚饭 猪仔就要介绍这一只手标给大家 这一只是第五只的今天推介 一只Casio Adifus 容许我会介绍多些Casio的手标 原因最重要就是 下个星期很快公布加价 所以在加价之前 猪仔要介绍多些 Casio性价比值高的手标 很漂亮的手标给大家 镜头前面有两只颜色 一个是钢圈 一个是黑圈 两只很有型的Casio Adifus 最有型的位置就是标壳的部分 非常特别的标壳 我先拿起 这一只银色销圈 钢圈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只就是一只Digital加Analog的手标 一只光动能的Casio Adifus 还要是有Bluetooth的 哪里看得到呢 12点位置我一起拉近镜头 12点位置写着了 Adifus Casio Touch lower的 光动能 然后呢 4点位置写着了Bluetooth 蓝牙的 你看到Digital做了一个很流线感 很强的 标面 讲功能之前先讲了外观 由外看到内 那就是一个 外面就是一个不锈钢的标圈 做了光身的 做了拉斯花纹的 就不是做了这个铝片圈 跟着呢 中间这个部分就是整只标最独特的设计位置 你觉得大家似什么呢 这个位置 似不似一些风吹起了那个车的挡板 因为Casio就是围绕着这个 赛车的 主题设计 那这个标就是用了这个流线的设计 就好像风吹起了这个 即是当你开了车的时候 风吹动这个挡板的 旁边的感觉 外观设计非常独特 再用了这个混合的 物料 例如就是用了这个不锈钢 标圈的位置 进入了碳核心的涂层 碳纤维的 物料 再加上了树枝 增强了整个冲击力 也都营造了一个层次感 你看到由不锈钢圈 到这里的流线设计 其实这两个是按键 最特别就是这两个是按键 分别就是一个mode键和一个reset键 这两个是按键 按键上面 也是加入了这个 设计元素 就是一个标盘 即是标的旁边 很有型的流线设计 就是当模仿着车 走走的时候 那个档板 是一个流线的档板 另外这边也是同样 有两个圆形按键 但也做了一个流线感的设计 也做了这个 碳纤维的涂层 混入了树枝里面 增强了整个标的 冲击力 或者磨蝕度 内磨程度 好了 这个标 这个标 我先按 这个标 这个标就是采用了矿物的水晶玻璃标面 你见到它标学就刚才说过 用了这个 混合的物料 标盘位置 也营造了一个流线感 你见到它 也有一个灯 我按着灯 很强的LED灯 灯很光亮 这个灯 也要看看 时分深加上黑度 有没有夜光 我们一起来看看 时分深加上黑度 也应该是有夜光的 我们看看 这个也有夜光的 除了灯之外 夜光也OK的 好了 看看 看完这只银色的 这边有两个银色的按键 有些蓝色的变线 看看另外一只 另外一只就是黑色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这只黑钢 钢圈 用了这个 不锁钢 的黑色的 尼紫电道的标圈 亦都是 侧面增强了流线感 都是做了 流线型的设计 很独特的设计 我在其他手标上面 没见过 其他品牌 这个就做了黑色的 配合红色边线 这个标面 标盘上面 也是做了一个 丰富的层次感 你看到它 时分针也是有夜光的 加上黑度 同样也有夜光 一起来看一下 夜光 同样的 和提升那只 最主要它们两只的分别 就是颜色上面 它用了钢圈 配了银色的按键 这个就用了 黑色尼紫电道的标圈 做了两个黑色的按键 亦都有红色的边线 这个标就做了拉丝的不售钢圈 就不是做这个铝片圈 我自己比较喜欢 不售钢圈 一来内用一点 二来就是 望络的质感比较强一点 标盘的设计同样 你看到星期五 18号 多少秒 屎分针 这样的 我们可以蓝牙连接手机功能 有Bluetooth 刚才说过 还有光动能 我试一下按按键 看看有什么功能 好了 Well time 可以做到一个两地时间 现在有写着UTC时间 其实我们一边搜寻 就可以转换的时区 例如London time 这样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London time 指针就是香港时间 好了 再按 就是一个stopwatch 顺计时 12345678910 你看到0000的 现在就是顺计时 然后Time 到计时 198 7 6 5 4 3 2 1 现在就设定了10分钟的到计时 你可以自己教一下 Alarm 有一个闹钟的设定 有2个闹钟 3个闹钟 4个闹钟 5个闹钟 是5个闹钟 好了 再按 就去到星期五十八号 多少秒 这样的 好 试一下 hold住 setting键 其实hold住这个setting键 其实 五蓝牙连接手机 都是可以 教导世界时区的时间 那你譬如看到我现在 就在这里按 右上角的按键 一路按键 它一直在转换 时区的 简称在 你只要 找对了你自己想去的时区 我现在试一下 找对了 时区 你等我一会 找对了你自己想去的时区 只要按 adjust一下 8点01分 就显示了 现在 local time的时间 自动 12分秒 星期月日 都会追回 时间 很棒 好了 在追的时间 我们先看标带 标带 做了一个 没有耳蓋的 一体化式标带 好处的就是 它比较 贴服的 你看到它 带上去的时候 比较贴服 就不会降起 做了黑色的不瘦钢 拉斯花纹 不好处的就是 当你换标带的时候 真的要回完厂门 比较困难 要换标带 有好有不好 凡事都有两面 看看标扣 标扣 做了一个 拉斯花纹 EDIFUS的铆扣 摸下去 压冲的技术 按键打开 做了黑色的 薄桥 光身的 好看标带 标带 做了一个 四粒螺丝系统的标带 上面写着了 Touch lower 光动能 日本机身 中国组装 然后也写着了 蓝宝石的玻璃标 不是蓝宝石 看错了 写着了十个巴的防水 十个巴的防水 这个标是用矿物水晶玻璃标棉 也写着了一个型号 ECB2200 好了 这只黑色 猪仔就比较喜欢 黑色 好像形 其实银色就standard 较轻一点 大家看看各有千秋 看你喜欢哪个颜色 这个银色 标圈 其实差不多了 两只只差一个标圈和按键 最主要就是 两只都各有千秋 试戴给大家看 我也急不及待 想试戴 究竟戴上是否舒服 这只标的自动日历 自到2099年 整只标的总重量 129克 126克 标径 想跟大家讲一下 标径 他刨48 我设定下来 第一次刨44 他应该 设算按键位 最窍的按键位 但我设算按键位 也是46 只是 写48 我就不太明白 12.2mm 厚度 是寫11.9 然後Lug to Lug就是47 它寫的差不多了 試帶給大家看看 試了一隻鋼圈 很漂亮這個位置凸了一點出來 又不是圓又不是方形 有點凌凌的形的 很漂亮 而且很貼服 這裏已經斜了下來 對於手勢的錶迷這個設計也不錯 不會降起的 因為Lug只有46.47 這就是鋼圈 很有型的 試試黑圈給大家看看 同樣的顏色是不同的 功能 價錢 都一樣 鋼圈就是 同一隻黑圈 黑圈就做了黑色彌子點道 鋼圈就做拉絲打磨 豬仔推介這兩隻手錶究竟多少錢 1,228元 一隻 是的 豬仔推介 1,228元 這個標的建議零售價 貴的 因為是新款 是2023年8月的新款 即是今個月的新款 2340元 建議零售價 2340元 非常超值 豬仔推介 554折 55折也有找 54折 1,228元 是的 1,228元 非常之划算的價錢 因為 老實說有藍牙有光動欄有100米防水 他有計時 well time 真的 沒有得輸的了 坦白說 這個價錢非常之 實惠 可以叫做 1,228元 如果喜歡這隻標的標迷 就可以WhatsApp給豬仔 在封面有豬仔 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豬仔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的手錶 想在佐敦電腦還是荔枝克電腦 是的 喜歡什麼顏色 好 最後 這個真的是 最後的 加價前的機會 下個禮拜就很大機會 公佈加價 如果喜歡這隻標的標迷 就不要錯過這次的推介 還可以以一個筍價入手 1,228元 豬仔各有三隻現貨的 三隻黑 三隻銀 如果你可以在留言下方告訴我 你喜歡銀色多一點 還是黑色多一點 我自己就表態 我喜歡黑色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 記得給個like 豬仔 豬仔每天都很努力 介紹不同類型的手錶給你們 如果未訂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鈴鐺訂閱 我們下集見 拜拜